一大早太阳光光难得露脸 台北看似迎来了好天气 没想到才过了六个多小时 竟然风云变色 天空不仅灰蒙蒙一片 还下起了大雨 午后对流云溪发展旺盛 下午两点半 气象署针对基隆北海岸 发布了豪雨特报 双北宜兰县则是大雨特报 提醒民众要注意强降雨 热带性地下就在我们的东南边 然后它逐渐在发展 所以台湾附近的话 大气的状况是不太稳定的 再加上水气也慢慢的 有在增加的现象 然后午后又有一些热力的作用 因为早上有放晴 更让民众关心的是 原本在西北太平洋上的 两个热带性地气压 TD21已经在下午两点 发展成青苔燕子 至于TD22准山坨 台风的生成时间 会落在何时 对台湾影响又有多大 看起来应该在明天 明后天它慢慢的会开始加强 到了下个礼拜一 它会慢慢的开始 往我们这边接近 大概礼拜天的晚上 也许我们就要发这个海上的 台风警报 那到了礼拜一 陆上台风警报 陆续的会发布 周一的时候 特别是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又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整体的雨势来得更加剧烈 在北台湾以及南地区 将会有好雨以上的等级 特别是在 此外在中部的山区 以及花东地区 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山坨如果一如预测 下礼拜四大部分的地区就能放晴 不过下周五开始又要准备迎接 东北季风的南下 接下来好一段时间 会出现东北季风减弱 秋老虎出现的循环 专家提醒民众要注意日夜温差大 欢迎新闻张响 刘备摇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